我在公民里面也进行工作,与杨博士一起工作,我对于这个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包括人权的一些危机等等。 我觉得作为是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我以前对情况的不是非常有深入的了解,因为我没有在那居住过,我没有相关的经验,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现在想学东亚研究,那就可以更好的来理解中国的情况。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全新的一些知识。 杰海朗先生,公民力量组织,刚才天安提到也在公民力量组织从事一些工作,我知道天安部几个星期以前在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文章, 就是要要求中国释放你的父亲。公民力量组织在这方面有哪些工作? 首先我要澄清一点,王天安女士,她并不是在公民力量工作,她决定就是晚一点上大学, 那么来到华盛顿DC,代表她的父亲来进行一些活动。 所以她与公民力量这个组织呢,她自己的关系就是我们给她提供一个办公室,以及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但是她并不是直接是我们的雇员。当然我们也很担心她父亲的情况,我们也支持释放她父亲的这一运动。 那么王炳章博士的他的经历啊,包括刘晓波的现在的这种情况,也是用我之前提到的说,是一种很幽凤刺的情况。 他们都是非常受尊敬的中国人,他们签署零八宪章,要求中国进行民主的改革,但是却被被捕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同时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必须要意识到尊重中国公民的人权的重要异性。 我们通过网站,通过一些到国会的一些情愿,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王炳章博士的遭遇。 就我们看来,王炳章博士的这一个经历是最不能让人接受的。 王炳章博士毕生都是来推广中国的民主的情况,但他现在却被判无期徒刑。 那么,就我理解,是无期徒刑啊,是八九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异议人士所判的最重的一个刑罚。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网站,通过于国会的工作,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个王炳章博士的案例。 我们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立即释放王炳章博士,还他正义与公平。 好,我们再接一些电话,我们线上有很多观众和听众,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 下一位是海南的王先生,海南王先生你好。 海南王先生。 我想现在那个零八宪章的签名活动已经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尽管在中国社会底层有些人还不知道。 但是零八宪章将会怎么样发展,那是各方面的因素共同起作用。 但是我想在中国要尽快地建立公开的反对党,这个要国际社会也要给予相当大的支持。 就像当年的中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有苏联和第三国际的背景的。 我想在美国,美国国会也好,全世界的进步争议力量都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在这一方面。 我想请主持人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好,谢谢海南的王先生发表您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一位是山西的网络观众,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你好。 陕西,对不起,陕西的袁先生。 你好,我想在零八宪章我看到的,好像就说说,他那个是不是有点太温和了? 虽然零八宪章提出来的,他是中国宪法里面也都是都有的那些东西, 但是他不执行,那老百姓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没有,下面是不是大社国立还是国民立党的? 对不起,陕西元先生,陕西元先生您的声音非常小,听不清楚了后边。 但是一开始的问题,我想我们听清楚了。 他,陕西元先生认为零八宪章的这个语言太温和了。 你怎么看,杰拉兰先生?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这一文件的力量。 就我的了解来说,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只称这样的运动是这种有煽动性的来反对和谐社会。 那么零八宪章他的这个语言呢,就是非常的温和,没有这种故意煽动的这种语言。 刚才的听众也讲得很好,如果我听得正确的话,说在零八宪章中没有提出改革。 就是一些新的,没有在宪法中已经包括了改革。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其实这就是零八宪章的优点。 因为他是希望大家来考虑一下现实和这个宪法中提出的一些这个理想的这种差距。 为什么宪法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标明了许多的权益,但是政府却忽视,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建立这样的一种监督的平衡的这种法治社会。 这样能够让人们的提高人民的公民权利,而且公民一旦有他的不满,他也有一个更好的渠道来表示。 同时,零八宪章也使得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到这个写在书本上的这个法治跟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零八宪章与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情况。 那么我们演播现场邀请的嘉宾是公民力量组织,华盛顿办公室的主任吉姆·杰克朗先生,Jim Geron。 另外一位是中国著名艺人,是王炳章博士的女儿,王天安女士,Tianne Wang。 他们两位呢,在节目中讲英语,刚才大家听到的声音呢,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我们继续接电话,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好,好像线路有问题啊,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请讲。 能听到吗? 是,请到请讲。 我想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祥望人权自由的。 我非常地同情王小姐和王小姐的父亲。 我不知道王小姐的父亲现在关押在哪里。 王小姐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的父亲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能介绍一下吧。 好,谢谢安徽的陈先生。 天安。 谢谢。 我的父亲现在被关押在韶关,北疆监狱,就是广州的北疆监狱。 他呢,独自关押在一个小屋里。 他的健康情况也是被这个紧密的监视的, 但他现在所关押的这个监狱啊, 有这个很坏的名声,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监狱。